針對牙齒恐懼 真的變成我們有克服的方法 錄製影片講解植牙安全性 也幫知名牙膏拍過廣告 他是高雄謝姓民醫 號稱南台灣牙醫教父 經營全台最大牙醫聯盟 客區包含鎮商演醫人員 名氣響亮 但卻被檢舉 疑似聘用密醫從事醫療行為 乍領健保費 檢調當時就是來到鳳山的診所 發現疑似密醫正在幫病患治療 就在112年3月 謝姓民醫聯盟旗下有4間診所 被檢舉憑用13名密醫 身份是海歸牙醫學生 不罰一二代 鎮商二代 都沒有證照 卻使用醫師代號看診 例如謝某某醫師1號 王某某醫師2號 小某醫師 幫病患洗牙 治療蛀牙 疑似被抓包單獨違法看診 擔心也沒辦法 我還是要腳蹭 還好吧 沒有 我覺得不錯 檢調調查也發現 這件包含謝姓民醫試驗診所 總共六名醫師 疑似聘用密醫 看診病患兩萬六千次 使用醫師代號領健保費 統計超過四千萬元 恐怕有詐領嫌疑 謝姓民醫簡短否認聘用密醫 詐領健保費就匆匆掛掉電話 再發出聲明 整體事件事主治醫師指導實習醫師 會配合司法調查並負起責任 去年也不再訓練實習醫師 知名牙醫集團超級民醫 症傷關係非常好 究竟是訓練還是聘用密醫 檢調還在釐清 謝謝宋貝城 王書宏 高雄報導